我今天差一点杀了曹贼 要不是一个黑面将军扑上来 曹贼必被我一下刺穿 他是曹操的虎卫将军 名叫徐楚 极为英勇 曹操称他为虎侯 原来是他 倒是位猛将 得知是徐楚救走曹操 马超下定决心 改天要和徐楚好好较量一番 此时马带突然来报 曹操大军正在横渡喂水 准备在河北安营扎寨 马超瞬间看出战机 当晚清帅大军偷袭曹操大营 曹军毫无防备损失惨重 营寨还没搭起来 木料就被马超全部烧光 曹操得知消息 气得彻夜未眠 经过之前的大战 曹操已经了解西梁军的战斗力 如果没有营寨纯打野战 西梁军会像恶虎扑羊一般 将他们撕成碎片 于是曹操火速叫来曹人 现在马上去 把全营的将士分成三班 一班防备敌军的西营 另外两班 昼夜不停地取土铸城 以坚守 诺 结果第二天 曹人就告诉曹操一个坏消息 为何北岸全是杀土 三岸大军辛辛苦苦干了一整晚 好不容易建起一座土城 结果早上风一吹全倒了 承煜一看大事不妙 立刻给曹操提议 在北岸留下一支宜兵 大军撤回渭河南岸 曹操却告诉承煜 大部分渡船已经被马超烧毁 剩下的根本不够十万大军撤退 承煜再次提议 可以寻找潜滩过河 曹操却担心马超趁机偷袭 他们很有可能会全军覆没 正在曹操左右为难之时 营外突然传来西凉军的喊杀声 曹操急忙下令 让曹操人率兵出战 如果曹操人做不到这三点要求 马超就会知道 他们没有立足之地 到时候马超肯定会 不顾一切扑杀曹军 在没有兼顾防御军事的情况下 曹军的处境就危险了 经过曹操的提醒 曹人意识到此战关乎大军存亡 当下带走所有大将 只留下徐楚保护曹操 看着曹人离开的背影 曹操心乱如麻 不料承玉随口一句话 却点醒了曹操 虎吃徐楚有些纳闷 这么冷的天 取水干什么用 曹操指着天空告诉徐楚 天上阴云密布 到了晚上温度必会降到冰点 到时候让士兵们 一边筑墙一边往上泼水 等到天明 他们就可以筑成一座冰城 徐楚听后恍然大悟 对曹操更加佩服 与此同时 曹人率领中将拼死一战 总算打赢马超